他们不抢银行 而是直接抢所有银行的祖宗印钞厂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天 印钞厂已经为他们印了整整6亿欧元 就连人质都干气失足 只因为劫匪答应他们事成之后美元奖励100万 在如此加班加点之下 金库里的钞票很快便堆积成山 身在外面的教授也没闲着 他将警方的注意力引到郊区的一处庄园 让他们误以为这里曾是劫匪的窝点 还在这里布置了上百枚指纹 目的就是为了转移警方的视线 给队员足够的时间印钞票 可由于他长时间为何队员联系 印钞小队以为教授已经被捕入狱 很快内部便产生纠纷 东京一派想要就此收手 拿着钱从挖好的地道离开这里 柏林一派则是要坚守镇定 这让东京感觉到他有什么事情在瞒着大家 于是叫上李约将他绑上起来 问他教授到底还有什么计划 柏林不肯说 眼看东京就要动手 好在内罗币及时将他拦住 本以为事情就此打住 不料事后他却遭到柏林的报复 他将东京五花大绑到推车上 然后打开印钞厂大门 竟然一把将推车推了出去 好家伙 免费送上门的美女劫匪 警方简直不要太爽 李约看到东京被捕 彻底站到了小队的队里面 他告诉人质 柏林勃然大怒 他竟然敢将小队的秘密公布于众 当即便拍大胡子将他带到隐秘处 然而就在他要处决李约时 内罗币再次将他拦住 可柏林心意已决 今天他必须处理掉李约 双方谁也不肯让步 关键时刻 教授终于赶了回来 看到监控里的一幕 连忙给他们打去电话 局面也终于得到缓解 可柏林还没说上两句 就被内罗币一棒打晕 夺取了印钞厂的控制权 与此同时 李约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这次他竟然站到了人质这边 打算帮他们搞到针枪趁机反水 也正是这次决定 小队险些被他带到覆灭的边缘 警方这边 金姐为了把教授引出来 他让媒体放出假信 告诉所有人他的副手已经苏醒 然后在医院布下天罗地网 只要教授一出现 保证让他插翅南飞 这边教授看着电视上的报道 他知道这很有可能是警方引自己出来的手段 可就算明知道是陷阱他也得去 因为他堵不起 一旦副手真的苏醒 自己的身份就会随之曝光 那时他将满盘结书 为了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教授决定以身犯险去医院一探究竟